這一個是什麼 混蛋 混蛋 幹嘛罵人 這個混蛋 混蛋 這顆蛋裡面你可以吃到 鹹蛋 皮蛋跟乳蛋 三種蛋啊 全世界 只有台灣人有做這個 黑色的是皮蛋 對 黃色的是鹹蛋啊 然後外面 咖啡色這個是乳蛋啊 怎麼弄的好特別喔 嗨 你好 你好 裡面只有你一個人 應該就是老闆了喔 欸 對對對 你好 所以潘氏農場算是你們 潘氏家族的一個 企業 應該也算是啦 養鴨蛋這樣養多久了 我們從民國六十四年 開始養鴨到現在 民國六十四年喔 我算第二代 你是第二代 爸爸那時候就開始養 對 現在家裡面也做了 四代了 沒有 第三代 第三代 現在兒子在接 OK OK 我們華人本來就比較有在吃鴨蛋 那鴨有一個特性 因為它是水禽 所以一定要有水的地方 所以你看台灣有水的地方都是鴨 就水禽的重鎮 比如說北部的宜蘭 對 桃園 因為桃園很多皮糖嘛 彰化 對 嘉義 高雄屏東 這一些都是台灣的養鴨重鎮 那我們會比較特殊是用溫泉水 去和我們的紅泥土跟鹽巴去做鹹鴨蛋 溫泉水有兩個特性 第一個它因為它在地質下高溫嘛 所以它無菌 那我們在農產品加工最怕的就是 被菌污染 就會壞掉 第二個它有比較豐富的跨物質 但是剛走進來的時候 跟老闆聽它透露 對 鴨蛋你這邊好像又有分很多種不一樣 鴨蛋它醃漬它有不同的時間 所以又有不同的風味 所以我讓你去嘗試不同的風味的鹹鴨蛋 這邊就有了喔 有有有 從15天20天30天 吃起來全部都不一樣 這個是15天的 所以你看它被蠟子走到這裡 你說這個蠟子走到這邊 蠟子走到這邊 對對對 雖然顏色就開始在變了 有沒有看到蛋黃的顏色就變了 有有有有 對對對 所以你可以吃那15天的 你吃吃看 來吧 唉唷 有茶葉蛋的香氣耶 嗯 但是你又不會像外面的鹹蛋 橫死鹹啊 橫死鹹啊 對對對 那你再來試看看這個30天的 整個那個色澤 對 它就會不大一樣耶 一般來說這個就是要做烘焙用的 喔 30天以後就是會做烘焙用 對 所以很多客人問我一句話 他從來不曉得鹹蛋還有分幾天 對啊 我們也不知道耶 原來是這樣 對 而且你看到時間越久之後 對 就像剛剛大哥講的 蛋白越來越鹹 但是呢 蛋黃卻越來越濃郁 越來越強 沒錯 好 那個是什麼 我懷疑那個 喔 這個喔 那個行的耶 那個是什麼 混蛋 幹嘛罵人 這個混蛋 混蛋 混蛋 沒有罵人 它是混在一起的蛋啊 混在一起喔 什麼叫做混在一起的蛋 這個蛋裡面你可以吃到 鹹蛋 皮蛋 跟乳蛋 三種蛋啊 全世界只有台灣人有做這個 喔 哇 這個混蛋耶 這個混蛋真的很混蛋耶 裡面有三個顏色耶 你看 完全不一樣 而且切開又有一個皮蛋的味道 哇 因為黑色那一圈就是皮蛋啊 喔 黑色的是皮蛋 對 黃色的是鹹蛋啊 然後外面 咖啡色這個是滷蛋啊 喔 怎麼弄的 好特別喔 農產品在加工喔 它的醃漬時間會產生不同的化學變化 那它混蛋的做法就是 把每一個製作流程都是沒有走完 比如說它先做皮蛋 皮蛋剛開始變的時候 會從蛋黃跟蛋白接觸的地方變 可是它變到三分之一的以後 就把它撈起來不做皮蛋 然後去泡鹽水做鹹蛋 它大概醃了十天左右 有一些鹹度以後 它又把它拿起來 然後再去做滷製的動作 所以它變成會有三個層次 哇 有耶 巧克力味道 我一直吃到巧克力 亂吃 Nicky 它這個是用馬的尿尿做的 NO 真的啦 真的嗎 假的 騙我 以前人家都說 皮蛋是用馬的尿尿做的 好吃喔 這個混蛋真的還不錯吃 對啊 這個混蛋 然後那個 蛋皮吃起來 有鹹蛋的鹹度 但是卻是有果凍的Q彈 有有 然後黑黑這個地方 吃起來就真的像皮蛋的味道 沒錯